下面我们接着讲工程图方面的改变和增强 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选择尺寸的时候 就是选择现在工程图的尺寸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选择所有一文的尺寸 所以这样的话呢 到了2011版本终于添加了选择所有一文的尺寸 或者选择所有奥特开的尺寸 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于进一步处理工程图尺寸的时候 关于选择的问题就已经完整了 实际上这里边我们最需要解读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叫这个 什么叫这个 这啥意思 所有一文的尺寸那明白 就是一文的尺寸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试试啊 说选择所有覆盖尺寸 一个也没有 对吧 说选择所有模型尺寸 有那么几个 还有一个没有的 呀 说这个这个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有有的有的没有 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来仔细的说一下这个事 第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所谓的这个 模型尺寸是什么意思 这个模型尺寸呢 是这么回事 那我现在把把所有的尺寸都给他选上 然后 然后都给他删除 现在我重新来啊 我们就看这个 咱们就咱们就看这一个视图 好吧 好了 右键 选定是从右键 检索尺寸 然后选择尺寸 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尺寸 比如说有一个8 这个 有一个8我们要了 这个12我们也要了 然后就确定 然后再拖一拖它 叫它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合理的 正常的一个标注位置 好了 这事干完了 然后呢 我们又自己单独的标了一个尺寸 那就是说从这根线到这根线 这个尺寸也是8 大家记得哈 这个8 两个8 这个8呢 是检索 这个8是标注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说选择所有模型尺寸 它就不包括我们标注这个8 对不对 那就似乎已经明白了 所谓模型尺寸 事实上是 与其说 就是说与其说模型尺寸 还不如说 检索尺寸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 说现在我们选择所有覆盖尺寸 谁都没有 那啥叫覆盖尺寸呢 这个就引起了我们第二个 关于解读的那个要点 那我现在再强调一次 第一个解读要点是 所谓模型尺寸 就是检索尺寸 所以与其说是模型尺寸 还不如说检索尺寸 那么什么叫覆盖尺寸 覆盖尺寸可见 既不是检索尺寸 这两个 也不是我们后标注的尺寸 那是谁 那是谁呢 比如说我们这样做了一下 这样做了一下 右键 然后呢是编辑 编辑我们编辑这个文本 我们在这个前边呢 我们加了一个标记 这方块 就是方形的正方形的标记 比如说我们再加了这么个东西 把它加进来了 然后确定 确定以后呢 我们再来试一试 看看是什么意思 选择所有模型尺寸 这个有 这个也有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 说选择所有覆盖尺寸 谁也没有 咦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好了 我们再对这个 做同样的一个处理 这个后边也加上一个方块 然后再来看 选择所有覆盖尺寸 还是没有 那这啥叫覆盖呀 这就搞不清楚了 那我们就想了 说是不是所谓覆盖尺寸呢 是属于跟标注值的处理相关的问题 而这个跟标注值处理相关的问题里边 应该不包括保留原有标注值 在标注值值起组值上添加修饰的这样一种做法 而是不保留原有标注值呢 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好了 我们瞧瞧啊 这个是我们的检索尺寸 大家注意了 然后我们来编辑 编辑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隐藏尺寸值 然后确定 我们什么也没干 然后再来看 呀 来了 大家看到了吗 不 这是一个 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检索尺寸 但是没有使用默认的这个标注值的话 那他就是变成了覆盖尺寸 那么如果我是标注尺寸的 再编辑 我们也是隐藏尺寸 然后再写一个八 跟原来一模一样 跟原来一模一样 这跟原来一模一样 看见了吗 然后我们看 选择 所有覆盖尺寸 来 他来了 好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 那么就是说呢 所有没有 引人的尺寸 默认标注值参与的标注 所有没有 引人的默认值参与的标注 都被归类为覆盖尺寸 就这样 至于你原来你从哪来的 你是直接检索模型的 你还是说后标注的 这个没有关系 他只是看一件事 就是你的默认值 是不是参与了 那么我参与 我只要默认值参与了 你把默认值改的面目全非 咱们都不在乎 比如说再编辑 这个我们给删了 然后呢 不隐藏默认值 然后后边写上 00.98 大家看看 确定 800.98 这胡说八道了 这简直什么 什么玩意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看啊 我们再去检索覆盖尺寸 他就不参与了 为什么不参与了 因为这边是如此 另类的标注结果 他那个默认值八 毕竟还在呀 所以只要那个默认值在 他就不叫覆盖尺寸 而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有点 跟我们脑子里 惯常的一种思维模式 有点不一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它 搞清楚 但是这个搞清楚的过程呢 你还得有点技巧 因为猜别人心思 这个事 就是说换句话说 你得会算话 你得听前 观其色 然后你来判断 他可能是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一个功能 叫做插入奥特开的块 这个插入奥特开的块呢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打开的呀 得是一个DWG 我们现在呢 是这么说 我们先打开一个DWG 大家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打开了一个DWG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个插入奥特里边 打开DWG的话 应该是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就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DWG里边呢 它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所以呢 我们插入它的块 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 打开的DWG里边 在公众资源里边 有专门有一个栏目 叫做奥特开的块 然后我们可以说 这个奥特开的块 里有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有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 可以插入了 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关于 那个插入奥特开的块的 一个简单的说法 那么假如你插入了 你这个 整个的工程图资源里边 我们把奥特开的块 给导入的话 然后这里边呢 就还有一个可能性 这个方式就是说 假如你是做的 那个DWG格式的 那个二维 因为它二维工程图的话 你还可以导入奥特开的块 那么导入奥特开的块 同样的道理呢 就是说你要选择一个DWG 选择一个DWG 然后你再去 再去找到 说这个DWG里边 一共有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边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选择了一个 这个文件以后 我们看到这里边 看这边 选择了一个文件以后 如果有块的话 这边就已经给它拿出来了 都告诉你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在寻找这些个内容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拿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这里边实际上就是 有这么两个 这个块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Text块 直接给它拿进来 拿进来的时候 它就问你原来那个块的属性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插入了 确定 这有个值还没给 就这样一个情况 完毕 然后这个弄进来以后呢 现在我们发现 它已经被导入了 它已经在我们的 公共多资源里边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着 正规的情况 正常的操作把它插入 插入以后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因为这个 我这个块呢 它的尺寸 实际尺寸是很大的 就这个意思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 打开一个DWG之后 这是一个 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或者 以DWG为模板 新建里面的公众图之后 我们会发现 在公众图资源里边 有专门的一个 奥特卡的块 这样一个栏目 然后这个栏目 右键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 有一个导入 奥特卡的块的 这样一个操作可能性 那么接着 你的动作是 选择一个DWG 并且选定其中的某一个块 然后把它导入到 你现在的公众图里边来 就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呢 其中有一个 我有一个评价 就是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 其实 按正常来讲 应该是 有人的早期版本 就应该具有这个功能 因为有人说奥特卡的 都属于奥特斯公司的产品 他们两个之间的合作 应该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 在奥特卡里的块定义 是一个非常有用途的 一种机制 操作简单 概念清晰 数据传承关系 这个简洁 然后使用的范围非常广 所以这个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这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确实是技术上的一个进步 可以看得出来 研发团队呢 对于这个奥特卡的 和尤文特的整合 以及尤文特向奥特卡的 学习一些的技术和风格 已经开始越做越多了 那这里边有一个最遗憾的事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ITW方式 这个导入奥特卡的块的功能没有 反正你非得是DWG方式不可 而好在 DWG出尤文特工程图呢 也挺好的 就是跟下游设计呢 可能会接得更好一些的 大概也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块的插入 会有几种可能性 右键选定 然后呢 奥特卡的块 然后插入 奥特卡的块是啥意思呀 这是啥意思呀 这里边有一个块列表的选择 那我们再导入一个吧 这两个的话 这个我们也插入 这样确定 这是一个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奥特卡的块 这个栏目中 右键我们有一个 这个 右键我们有一个 奥特卡的块这样一个操作 插入这样一个操作 以及插入点这样一个操作 现在我们看奥特卡的块 奥特卡的块 意思是说 你要选择一个块的名字 对吧 选择一个块的名字以后呢 你再设置比例 设置纯程角度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直接就是 拿过来就插入 拿过来插入的时候呢 它是先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你再给属性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样看来呢 我们这个 块插入的过程 它有两套 两套路子 一套路就直接插入 一套路子 设置参入后再插入 就是这么两套路子 但是不管哪套路子呢 这个最后有 我们这个块呢 还是都可以再进一步编辑的 就是你插入完了以后 开始再编辑 比如说它有一个缩放的概念 缩放就是那个比例了 然后呢 还有特性的概念 特性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 这个颜色 烂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这些属于编辑奥特材块 编辑属性和编辑奥特材块 编辑奥特材块的意思是说 等于说是对这个 插入的块再次选择 就在原来的位置上 再次选择 大家有这么几个 那么这里边呢 我想大家应该稍微的留意一点的事情呢 就是说 块呢 我们倒是可以先给一些参数 然后再查入 或者是先查入 然后再编辑它的参数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比较意外的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沿用的是奥特材的块 所以在沿用的过程中 块应用的过程 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沿用传统的奥特材的流程和界面 而是另外有一套流程和界面 这样的话呢 可以可能会对那个熟悉奥特材的 对这个过程呢 有点犯糊涂 这是哪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话呢 你就需要重新去仔细看一眼 这样才行 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会产生一点矛盾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呢 可以说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奥特材的传统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了